大家好,我是凡尼 今天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德国法人签证的成功案例 因为申请花的时间特别长 然后客户的条件来说申请的难度也特别大 但是申请成功我们也觉得很骄傲、很自豪 所以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交代一下背景 第一个背景是当时处于新冠疫情期间 就是到处都在封锁 而且当时中国对外的签证基本上都不发 什么旅游、工作、签证基本上都不发 就停了这种 然后德国对中国也实行外交对等约组 所以对中国人也不发签证了 不仅是很多官方部门经常会封锁 同时这种签证也是非常不友好的 也是不发的 那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开始了客户的申请 第二个背景是当时俄乌战争爆发了 然后德国全世界对俄罗斯进行制裁 但是德国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也特别高 所以当时这个能源的价格一下子就翻倍了 例如我们在家的这种电费或者说暖气费 一个月200欧例如直接就翻倍要400欧的 就是还有其他的物价就直接啪啪上涨了 然后通货膨胀特别严重 就是这种原生载道的 然后呢当时德国有一个声音就是说 也要减少对中国产品的依赖 因为就是说要鼓励这些企业去印度啊 去越南这些地方采购 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所以当时的那种外贸环境也不好 所以总体来说就是这个背景的 对于客户来申请这个法人签证不是很友好 但是不管怎么样 客户就是要申请 这是第二个呢 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客户的条件 其实当时这个客户他非常年轻 他只有30岁多一点点 是90后啊 就是很年轻当时的时候 然后呢他只有初中学历 但是呢他英语说得很好 他做了十多年的外贸 就是没有读特别多的书 就一直跟家里面人在做外贸 然后另外一个呢 他还有一个这个被德国驱逐出境的记录 所以总体来说 他的这个申请的这个法人签证的条件不是很好的 按照以前就是至少要有大专以上的那种学历啊 没有什么问题啊 这种驱逐出境简直是不太可能 但是啊 但是但是我觉得他从从跟他申请的这个过程中嘛 交往这么长时间嘛 也觉得他确实确实有学习 从他身上学习到很多的东西啊 就是比如执行力很强啊 你不用说太多的这些事情了 你就去办就完了 我现在就要申请 就要在德国成立个公司 我就要申请这个法人签证 你最开始就给我办 后面呢是碰到了再说 那申请法人签证第一个就是开公司嘛 是吧 你先去开公司 就是这样 就是执行力很强 然后没有太多的左思右考的什么东西的 就我觉得就很厉害 这也是别人 这也是人家三十多岁就能把生意做得很好的一个原因 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去给他申请了 就什么也不多说了 中间有个小插曲就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他在德国有一个被驱逐出境的记录嘛 我想去帮他处理一下 因为首先呢你就看一下他这个驱逐出境 现在到底处于什么样子 你被驱逐出境呢 你后面怎么样啊 法院什么判决什么东西 因为被驱逐出境了之后 后面就没有任何后续了 他也来过德国 但是都是走其他的国家的 深根签证过来的 所以也就不知道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所以呢我想去 去看一下去看一下官方到底是什么记载的 例如你说我也犯罪 我到底犯什么罪 或者说我到底出于什么情况 我想去 我想去看一下 然后我自己想写信过去问一下 我自己想帮他 想帮他写信到那个 公安局也好 或者说这个法院也好 我想去那个法兰克福去去问一下 但是呢我当时考虑到 因为我不是律师嘛 我想找个律师去问一下 写公信去问一下 看怎么样是吧 然后呢就找了两个中国律师 我想这个是很简单 因为我平时把交到的都是移民律师为多嘛 他这个事情相当于是一个民事的 民事涉及到民事的 民事法律的事情 所以我想着找个律师去问一下 你只要带个律师证就行了 我想着你去帮我简单的问一下 然后找了两个中国律师 当时我就这个对我影响也很大 本来我以前不怎么接触中国律师的 也不怎么接触移民法以外的这种律师 我就就让他们去做 就这么个简单的事情 做不了 我就发现做不了 就左说右说 他说你这个事啊 有个律师说你这个事啊 要打官司啊 打官司我们中国人亚洲面孔不是很好啊 在那个在那法院上出现不是很好啊 我就帮你找个德国律师 德国面孔的这种律师 就这种事 我还不知道客户处于什么样的状况 怎么就要打官司的时候 你至少现在去问一下 这么个事 然后呢 另外一个律师也是 这些律师啊 你去看 你去网上找他的简历 或者说去看他的这些 都很有名的 都是什么博士啊 翻译个法典的 都是这个履历 都是非常的正的 就是很正面的那种律师 但是这个简单 这么简单的事都搞不定 我当时都气死了 都好失望 就是好失望 当然呢 我没有其他的意思啊 就是本来接触到中国的律师 也不是很多 然后呢 我就找了一个德国律师 找了一个德国法兰克福的律师 法兰克福本地的律师 我讲着 是吧 他不是移民律师 他就是一个民事的普通的那种律师 我就让他去帮我问一下这个事 哎 人家一两天就搞定了 就说 我就问了 没有什么问题了 就是 就是那个记录嘛 他也拿到了一个官方的记录 就是说后面没有 再对他发起诉讼啊 后面就 就没有人再告他了 或者说怎么着了 就当时那个 去除出境的原因 没有继续了 去除出境的事情也 也就没有再深究下去了 就没有恶劣 更加恶劣的影响 就这么一个事 人家法兰克福律师写了一封信 然后人家就回给他 就这么简单的搞定了 我 我 我也是罪了 这是一个插曲 跟大家 简单的讲一下 然后呢 我继续来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 这个客户在移民申请过程中的 遇到的一些问题 那就 我们开始 我来说一下这个 申请法人签证呢 首先第一步呢 就是在德国要成立一个公司 在成立这个公司的过程中呢 就成立公司中 其实有一个难点 就是 就是 开这个公司银行账户 按照以前的流程 就是客户来这边呢 或者是怎么授权啊 就通过这些方式也能解决 但是因为 疫情期间嘛 它就很多东西发生改变 例如有一些网络网购啊 网络验证啊 这些东西的兴起嘛 所以 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给客户尝试了两三个银行 就是有两个银行 就是前面两个银行就不行 就是 你反正现在也 个人也来不到这边 客户又没有在这边的居留 所以 两个银行就拒绝了 然后最后一个银行呢 终于就可以 就是 就是这种验证嘛 网络验证嘛 就是 德国那种网络验证 网络这方面的发展 其实是很慢的 不像中国那么发达的 所以 也终于有一个新兴的银行 也不算新兴嘛 也就是他们开通的这个业务 可以通过网络验证 因为你换银行 又换很多的资料 其中就是麻烦客户很多 我也觉得不好意思 但是 他非常支持我的工作 就是不管什么事 你去做就好了 你要什么 我给你什么 你需要我做什么 你说一声就可以 中间也没有什么抱怨 或者说 就这样子 就是 我也是很感激他 公司开好之后呢 后面就开始申请法人签证 申请法人签证呢 第一个问题 虽然中间也要等很多时间 像预约 预约递交资料 这些都花了很多很多时间 这些都不用多说了 但是其中 有一个呢 就是他需要 客户呢 需要自己去 上海领馆去递交资料 在递交资料的时候 就开始面试 但是现在就是 因为在疫情期间 有一个移民中间被查了 同时呢 德国呢 又对中国的这种外貌 有一些紧缩的这种舆论嘛 所以这个移民呢 就查得更严格了 当时面试的时候 都有40分钟左右 就全程都在问 问得很详细 但是客户很厉害 就是这一点 他自己很给力 把40分钟 他全程用英语和 和领事就是 都是聊下来了 然后让对方相信 他是过来做生意 然后也很有经验 就是聊得很好 就是非常厉害 因为如果这一点 他自己没搞定的话 可能 德国驻中共的领馆 就直接拒签了 拒签了 之后他的资料 就不可能来到德国 就我们就再做什么 都没有用了 所以他这一轮面试 他表现的特别厉害 就是搞定了 这个是 这个是很重要的 很厉害 这个呢 他搞定这个面试呢 也就弥补了 他只有初中学历 这件事情 因为 因为他学历 虽然很低 但是他和个人素质 展现在那里 然后英语沟通 有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他的学历 就不是一个 很大的弱点 就把这个问题 也解决了 后面呢 就是他的资料 来到德国之后 我们就从各方面 最努力帮他搞定 例如 他的这个资料 来到德国之后 工商会 就说 你这个商业计划书上 有一些 这个销售 销售额 写的不是很详细 你要写的更详细一点 然后我们就开始写 我们在写这个 写他的销售额的过程中 就跟客户又再次沟通 更加详细的 这个销售额 然后发现和之前的内容 有一些对不上 那我们又重新把之前的商业计划书 干脆重新写了一遍 就花了两三周的时间 就写了一份了 我们觉得很完美和数据完全 对上的这种商业计划书 又交上去 就是我们就不管了 就是你说哪样好 我们就做到哪样 最后商业计划书 递交上去之后 他又提了一些 针对商业计划书 他又提了一些问题 有八个问题 这个八个问题又没问题 我们又花了一周的时间 从头到尾把它给他回答了一遍 写了两万字 然后还有一两百兆的资料 都给他整理好发过去 就是说你不管有什么问题 我在德国我都给你搞定 我都给你做到完美无缺 把你说服 所以很快呢 那个工商会嘛 工商会就说 可以了 你这个已经可以了 没有问题了 其实我们在这个移民申请过程中 我们不怕他要资料补充资料 你要这些东西都是好吃 就是说我用哪个地方没搞清楚 或者说你想了解的更多都可以 我们在这一套 我觉得我们在这一块是非常专业 然后这个无人能及 我甚至都觉得 因为这个倒不是说我们有多厉害 最主要的是 我觉得我们是真的是很负责任 全方面都会考虑好 这个我觉得后面也有其他的客户 也能感受得到 因为写文资啊 或者说哪方面来讲 文案这一方面 我们肯定是非常努力 然后做得最好 这是 这是这一点 伊哈卡就是工商会同意了 觉得没有问题了 之后觉得这个商业计划 没有问题了之后 他的资料又到了这个移民局这边 移民局呢 也就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 就也就 也就同意了 移民局同意了 基本上在这个移民申请过程中 就没有问题 就他一般的移民局同意了之后 就会把这个通知发到上海 上海领馆 就是上海领馆 就是让他发签证 让客户可以过来了 基本上法人签证就是这样一个流程 但是中间呢 又有一个小插曲 因为移民局同意了之后 我们就觉得大功告成了 没有问题了 但是呢 客户在家里面等了一个月 没有收到这个签证 然后他又把当时那个快递单号 给弄丢了 然后给上海领馆写信 也没人回 打电话也没人接 反正就联系不上了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又没有护照 也没有预约 你进去领馆也进不了 但是呢 当时因为我有其他的客户 也在递交这个移民申请嘛 所以呢 我就让他们 递交完自己的移民申请之后 如果有余力 就帮客户问一下 就说怎么办 就是怎么都联系不上 过了很久 所以呢 当时客户也就帮我们问了一下 问了一下当天呢 另外一个客户 就是之前 等了很久的 这个客户就收到了 上海领馆的电话 就说 就说 我这里边没有得到移民局的通知 就是德国移民局还没有同意 没有完全同意 所以呢 这个护照 就所以一直没有发给你 而且 但是如果你需要借护照出去 都可以都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又觉得 然后呢 我们就赶紧让 德国律师去联系嘛 去联系移民局嘛 怎么还没有同意 是吧 你之前不是说同意的嘛 然后移民局就说 是因为 之前说过 就是客户他有一个 被驱逐出境的记录嘛 这个安全部 又在开始调查他这件事 所以这 律师呢 就赶紧去联系 就把他之前的这个记录 也再发了一遍 说他 说他这个 被驱逐出境的事 也没有什么 很大的后续 没有造成太大的危害 就把他处理了 然后再过了 一个星期左右啊 就客户就收到了 这个签证了 整个时间花的 花的时间很长 每一个环节呢 也是因为这个政策的变化 然后更加严谨 审核更加严格了 就是这种 英文移民作家嘛 什么空格公司啊 这种事情发生了很多 在中国 在德国呢 两个很大的移民中介 都被 都被 都被调查了嘛 所以 所以后面审 审查更加严格 但是如果你真的 就是做生意 像我们这个客户一样 你不管怎么问 或者说你怎么样 你都是做生意 像这种贸易往来 国家还是 还是要支持的 不能说因为 有作假 就 就不给你 发这种工作签证啊 或者说 做生意这种签证 就不会是这样 所以呢 我们后面就 只做这种 有真实的 生意啊 或者说 有真实的这种 有真实的这种资格 反正就不会做假 也不会就是创造 帮别人创造一些东西 没有必要 就是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现在是在这个 希腊的克里特岛 本来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岛 但后面嘛 今天有信心 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 这个移民的 这个法人签证的 这个成功案例 因为 因为明天回去了之后 又有好多工作 所以现在 趁着趁着 给大家讲一下 感谢观看